今天这期是一期久违的插花饰品 咱们先看一下这期都有哪些花材 整个的状态是在我醒了一天的花之后 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红色的亚百合 我刚才把这里面的那个百合的花芯给它都摘掉了 已经有一朵两朵三朵三四朵的样子 已经是快开了的状态 然后这个是第一次买 这个叫锦里养牡丹 年前那会儿这个花特别的贵 大概一扎要100块钱左右 现在就便宜了很多 便宜了一半差不多 这个的话是黄色的锦里养牡丹 这个是红粉色的锦里养牡丹 还有这个这个都是绿色的 现在这个花的质量确实是不如过节那会儿好 但是整体来说性价比还是比较高吧 还忽略了这个 杨甘菊 行那我们现在开始插花 因为我个人是一个花粉重度过敏患者 所以就是这个杨甘菊 它这个花蕊上面有好多的那个细小的花粉 包括百合这个花蕊上面这个带着的花粉 我一站到这就会不自觉的眼睛痒痒 然后想打喷嚏流鼻涕那种 所以今天这一期我就不做太多的搭配 我只把这个锦里养牡丹放在一起 就是放在这两个花瓶里面 然后那个亚百合跟杨甘菊就放在另外一个花盆里面 现在开始处理 这次来的所有的锦里养牡丹里面状态不好的就是这个绿色的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花头特别小 然后呢杆子也很细很短 但比较好的呢就是这个粉红色跟黄色的 我们就随意给它搭配一下吧 这个不敢再剪短 再剪短就没了 这就是黄色跟绿色的两个的差别 一个这么长一个这么短 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长度 我只是轻剪了一下根 这个锦里养牡丹过节的时候真的是贵得要死 然后当时还是只能粉色跟其他颜色搭配着买 不能只买粉色 绿色就算过分别的 对 好 对 人 来 对 你 我折断了一个头 还好这个头是不会开的那种小头 折断就折断吧 我一直觉得这个锦里羊肚丹特别的好看 它的下边是黄色的 这就是黄色的 下面是黄色的 这根应该算是绿色里面的状元了吧 长得特别好 而且花头特大 感的很粗 好那我这两瓶锦里羊牡丹 这两瓶花就已经插好了 先给它放到一边 羊肝菊的味道特别浓 哎呀这还漏了一只 现在的水里都没有放可力鲜 因为家里的那个没有了 然后之前的话北京这边开会 所以快递运过来的都又给退回去 是卖家那边说就时间太长了 然后自动退回了还是怎么着 所以我这个水里面只加了一点盐 这个就是昨天收到的时候这个主头掉了 只剩一个小的没有开了 不知道这还能不能开开 但是看现在这个天越来越暖和的 这意思应该都能开吧 我觉得 给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杨甘菊 就是 它前面这些 小花蕊上面全是花粉 只要这样一抖 我就能看见这儿全都落在我下边这盆长手花上面了 所以我这个实在是没办法折腾它了 我就把它都剪了根 然后直接插到这里面就行了 直接给它插到这个压百合后面 做一个背景花 这样应该也挺好看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现在我的飘窗这个台上面全是一层黄黄的小花粉 来来看一下 之前插好的这两个锦礼杨牡丹 就是把同类型不同颜色的这种花材放到一起 这种搭配肯定是不会出错的 好了 那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